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帶各位操作 模態分析 首先一樣開啟麥達斯NFS的這個操作環境 在這裡我們使用的是這個設計模式 所以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選擇導入把模型做個匯入 那自動搜尋面一樣先做一個 關閉 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邊界條件有哪些 首先我們要去計算 20個模態 並把底部拘束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一樣先指定材料 選擇我們要使用的材料 添加 一個材料 狂選全部去做個材料指定 材料指定上去之後 我們來做個底部拘束 OK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邊界條件的施加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分析的設定 在這地方我們按一下滑鼠右鍵點選模態 把這個名稱做個 編輯 把它輸入機台模態分析 按下編輯 在這個地方我們跟 其他分析類型一樣我們要去定一個接觸關係 我們使用的在分析控制裡面做接觸設定 選擇焊接觸 選擇你哪些物件去做個焊接接觸 添加 按下確認 那麼我們在這個分析控制裡面 我們要求的是20個模態 我們在這邊又輸入 20個特徵值 那我們最低模態 我們去輸入 並沒有所謂的 剛性模態的產生 按下確認 這時候就可以進行求解 求解的時候他一樣叫你先儲存檔案 所以我們按一下 儲存 輸入這個檔案名稱 機台模態分析 按下儲存 那一樣他會自動幫我們去做一個網格劃分 很快的他就會幫我們求解完成 這個就是 在 不同 頻率下他的這個變正形的變化 那我們怎麼去看他的正形變化 我們就按下play 點選這個 部分 就可以了 那麼 我們只要看一個特定的模態 就選一個特定模態值 按下play 他就是一個特定的一個個別模態 譬如我們要看另外一個模態他的變形 那如果說你要看所有正形的 排列變化 有點選這個攝影機的部分 按下play 並且把這個 紀錄檔 全部打開 這時候他就會把不同的正形全部做一個 連續播放 那我們這個模態分析操作到這邊 會打開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這個動作是一個特定的 這個動作是一個特定的 這就是有個特定的 它是個特定的